刀子摆正 挺好的 诶诶诶 小宝贝 给我上啊 别捣乱 你那个手有点 怎么你仰是吧 我帮你挠了吗 你过来 我不摆了 还有几个小勺 这种小勺要放在哪呢 成功了成功了 Dansin这边大好活的 我们今天玩这个游戏呢 叫做向左一点 那这是一款抑制游戏 总的来说 就在整理各种小物品 一种解谜 一种抑制游戏 整体应该是很轻松很快乐的 那不过呢 我们家还有一只猫 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上 有个猫的尾巴 它可能会捣乱 那么就这样的游戏 咱们来体验看看吧 这个每日整理是什么 这是发亮 我点一下啊 这难道还有个日常啊 这个游戏 你点一下看一下 这有个小蜘蛛 啊 我去哪了 哦 因为我们这个游戏 它就是一个整理游戏嘛 也是个异制游戏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搞这个蜘蛛网啊 哦 我要抓虫子 给它扔到这个蜘蛛网上 也不是啊 难不成 我们要抓这个小虫子 和它们搞一个对称 这个的对称 这可能是要对称的放 哦 还真是 只能画一个植线到这儿 啊我已经掌握这个游戏的精髓了 那这个游戏应该还是蛮快乐的啊 我们今天就来放松一下 今天玩了太多恐怖游戏了 最近心里有点憔悴 我想找一些快乐 它是哪个 他是这个 OK 哎 这回来了一个独树一只的虫子 这应该是萤火虫吧 放到最中间 哦 蜘蛛就来了 给它吃了 还挺残忍啊 所以我们这是做了一个日常吗 现在要干什么 完成了一个 完成多少个任务 完成365个任务 先退出这里了啊 这里不是主线 我们要选择开始游戏 看这个游戏没有主线啊 叫第一张 舒适的家 这是我家是吧 这个游戏的颜色还蛮干净的 我家养了猫嘛 叫它啥呢 叫它狗圣 叫它狗圣吧 我们要整理这个相框 让它扶正 这是我们家狗圣啊 长得真漂亮 我现实里没有养过猫啊 我现在算不算是鱼养猫啊 兄弟们 啊 这是猫猫的玩具 全上进去就完事了 链笔要干什么了 我们要按照顺序摆放吗 哦 看不看到 这个背景是一张纸 然后我们按照对应的颜色摆上去 感觉很轻松啊 平常如果生活太累了玩点这种游戏 我觉得就是不累 哎 简单 这个游戏是不是不止电脑端有啊 感觉手机啊 平板啊也会出哎 这在整理 是变千纸 哎 放错了 放错了一个 真好 岁月已经好啊 正好至于我之前 玩太多恐怖游戏啊 受到伤害的心 其实好像也没有太被吓了 最近 但有时候都需要换换口味的 又没有一个女人 我家也太乱了吧 怎么什么都要我整理啊 难不成我其实是保姆啊 过来给这个人打扫的 我其实不是主人 怎么摆啊 嗯 哦 我明白了 咱们把最大的纸放在底下 然后是蝴蝶 然后是白纸 然后是紫色的 哎 舒适了 多好 我们平常就要玩点 这种治愈的快乐小游戏 啊 这是要排顺序 随便摆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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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我我搞错了 我搞错了 应该是从右往左 他右边有个瓶子更高 哎 但我已经错过了 刚才只给了我一颗心 没关系啊 这是要整理磁带 为什么磁带能摆成这个样子啊 啊 你可是大积木呢 不能让它倒吧 我能捣乱吗 给我下去 给我下去 啊 我反向整理会怎么样 好像反向整理会怎么样 不说我还挺佩服 这个磁带还挺稳定 怎么不会倒啊 你倒是倒给我看看啊 OK OK 那我们这长得摆一摆吧 哈哈 这不倒吗 哈哈哈哈 这不倒啊 这个太扯了 哎 咱们从下往上 这很好办啊 结束了 这个是要贴邮票是吧 哎 我想你突然 我们家这个老人 他们就喜欢集邮票 其实小时候我就觉得 集邮票这件事情就是 很有成就感 那希望长大了就没有了 就接触的少了 应该是一样的放在一起吧 这个邮票 有要求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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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这是猫的爪子吗 你别动啊 我们家狗盛出来了 这样子白 哦 太古睡 你 你要干嘛 手要欠啊 把我的信封拿走 比如说我们这个邮票 要贴的对称一点 漂亮 哎 舒服 有点强迫症的福音 拼图游戏开始了 它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呢 啊 这个图案最多的一张纸 然后拿它当作一个顺序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圆 然后我要让这个圆接起来 有没有啊 放 好像放在正确的位置了 它会盯一下啊 哎 这看起来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的吗 哦 对的对的 哇 它们感觉像是一个法阵呢 这个字不好像很随意啊 这是字吗 随便的好随便的一个图案啊 啊 这是干什么呢 左下角一个葡萄 一个桂圆 这个黄色独一只 只有这一个黄色 所以它插这 nice 紫色有五个 都是这个呀 啊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啊 我们把这个园丁插上去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你们家里都有这种家具吗 为什么会要把园丁插在这个图上呢 为了什么 最后就是这大粉红 哎 终于结束了 那它基本这些谜题都是围绕着拼图 然后排大小了 还没有别的类型都那些谜啊 啊 这边又是排大小是吧 找找最大的值 你当值他呀 咦 好像又有点不对劲呢 嗯 嗯 嗯 它发出了对的声音 在左边 为什么 它又发出了对的声音 所以说我们不是迪罗汉 不是 按从大到小哦来排 呃 这是个拼图 又让整个画面都铺满 好吧 就那行 俄罗斯方块啊 所以说这是个拼图 哎 结束了 哎 哎 我们家猫 你的尾巴怎么那么爱吃 吓死我 我还以为要再重新再摆一遍 我擦着血压就高了 只要不让我再重来一遍 我们家猫怎么捣乱都行 要换现实力我可能就受不了 我们这个是要拼图 还是要按照这个书上的线来排 这个最高 我们按照那个横线来排一下 这个位置 哦 对了 啊 这个铅笔是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的 这猫肯的吗 这没什么好说的 从高到小嘛 这都谁玩呢 幼儿级的解谜 嗯 这玩意也可以拽啊 他这个纸线为什么也可以拿着 啊 这是他们的帽子 给他系上 给他们戴上帽子 这个图案我感觉是有蹊跷的 他有对称 我马上图案来排啊 那个一个麦当劳 一个围巾 两个围巾 三个围巾 卖围巾的 中间一个小横盖 然后呢 那接下来是这个纸线的问题了吗 尖的 是一侧的 然后这边是凸的 原来是把这个笔线扔出去 我还在想 排序 我要疯了 我是笨蛋 原来这个笔线它没有任何的顺序 它是垃圾 扔了就行了 我真的是服了 看最后还是组成这种局面啊 左边都是围巾 右边都是麦当劳 对了 哎 哎 臭 这个猫 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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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啊 我以为这个游戏 又要大结局了 让你告诉我 第二章 哈哈哈哈 本来玩这个游戏 是为了想逃避一下恐怖游戏 想得到一下治愈的心灵 我想找一些单纯的开心 但是怎么 我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太开心 哦不管了 我们继续来玩挑战了啊 哦 这好像是个罐子 番茄匠是吧 让我们可以转面的 就说这个转面是为了什么 也是有个顺序的嘛 我知道了 它这个是有个图案不是吗 左边这个罐子 调到正确的这个面 让我们组成一个长条 哦 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哦 只是单纯的都钻正面 谁真病啊 我觉得我的思维太跳跃啊 有时候不太适合玩一些 这种解谜啊 因为会给自己加难度 结束了 都是勺啊 还有一个棒棒糖 这个棒棒糖 有点太突兀了吧 应该上这个勺的大小来排 哎 怎么还有人还会记下来啊 不太懂 不是谁一般家里放少了 这么白啊 也行 把它放下来啊 这个碗怎么要碎了呀 嗯 这个应该要能组成一个裂味 你看 能组合 裂味也是个拼图 这是要整理盘子 我们要吃饭了是吗 放正啊 放正啊 盘子放正 刀子摆正 挺好的 哎哎哎 小宝贝 狗上啊 别捣乱 你那个手有点 怎么你仰是吧 我帮你挠吗 你滚 滚 我不摆了 你还玩吗 你玩完了 我再摆 他不来了还 哎我的天呐 哎 舒服了 我把蓝盆看看 这应该是 明显是我们这个阿猫啊 狗圣啊 不干好事 你看看 把花盆也砸坏了 这个时候他的玩灯 哎不对 好家伙他啥都玩啊 花瓶也推倒了 这个花也给推倒了 你做个人吧 狗上 我们最一开始应该是先看到 先看到 然后有了好奇心 然后就去推 推了之后 他就掉地上 然后就碎了 不要来说是灯啊 是花瓶啊 是盆栽啊 都无所谓 他只要是看到 他就想去碰 他就会倒地 他就会碎 就这个顺序 这回是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电池啊 我们要收拾电池了 先把最大的电池拿出来吧 哎 分成一类的 这个是什么 像这样子分 反正好多呀 放不下 那说明这个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吧 基本就要完成了呀 这肯定是要放小电池的 对吧 小电池 哦 左边放小电池 这边放长电池 当然我们还要讲究一下 他的顺序 完成啊 这个属于是强迫症的福音啊 确实 小扣就是从大到小呗 这有什么好犹豫呢 这个不会还能卡关吧 这个就很简单了 啊 我完成了 不是 我那样就算完成了 等等一下 那个都没有放进去 为什么就完成了 行吧 那个叫什么来 忘了 反正用来摆东西的 一个勺 好 我们夹到这 然后还有个大钳子 还有几个小勺 这种小勺要放在哪呢 这是什么 这是煤刀吧 为什么煤刀要和餐具放在一起 不对 这给人是厨具 你们要不要听我乱扯 真的也很像煤刀 刮煤刀 这大勺 这大勺 这大勺要挤吧 我觉得好像就对了 我好像没有错 哦 中间有最细的地方 这个地方放筷子 不好意思 哦 这是打蛋器 放点灯啊 这把刀 找我先这么放着啊 我都不知道我放了对不对 反正就先这么放着 不对 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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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几个小勺 这个小勺放这 它还有个超小勺 它这个还是有顺序的 你看这个勺 很大小的 那我知道了 它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子应该对吧 哎 这个叉子 这么大 好像哪里不对劲了 哦 哦 哦 放在这个位置 正好 这应该要螺在一起吗 哦 哦哦 成功了 成功了 这什么东西好恶心啊 我看这个东西 我第一瞬间 我都反映 这是什么吗 大潮 小潮 哦 挂灯的 灯的架子 哎 舒服 太舒服了 我这 这一张就是收纳是吧 疯狂了在这收纳 瞧瞧啊 不是 我家怎么这么有钱呢 那么衬呢 怎么这么多钥匙呢 来吧啊 这要怎么排啊 我们这个有多种解法 您看这个钥匙上面有洞 我们按洞来算啊 还有一个洞 它是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哥 五个 五二哥啊 六二哥 我们又来收纳了 真好收纳快乐啊 不是 为什么还有个金牙 哈哈哈 你牙你放你嘴里 你为什么放这 随便摆啊 哦 我们可以把歪的钉子放上面 正好是符合这个草位 那你这个零件 相当天生的 你这个钉子就是歪的 然后这个草位 配合这个钉子 它也是歪的 呃 当然我不太了解啊 有可能还真的存在这种钉子 为了好钉进去 好的 我现在起码是都都给它扔进去了 但是目前呢 我认为我们这里哪里有一些错误 哦 它不对称 比如说这里 对吧 哦 现在对称了 它有哪里不对称 哦 这样它对称了一些 这两个按反了 我每个都按一下啊 可能哪个位置按的不是太好 雨露均傘都摸一下 好我们继续 很痛苦 这什么玩意儿 这这这这 这是个牙吗 这什么鬼东西 我不知道啊 好 我们要整理 呃 柜子里这些东西 怎么能搞这么乱的呀 哥哥们 这这这这面圈就这么乱撇 别收拾了 面圈直接扔了 得了都脏了 你还怎么用呢 这是啥 这你不要告诉我 这个是戒指 哇 你戒指就这么乱扔的吗 这是纯金的吗 我想拿牙咬一下 看是不是 这是洗漱台的柜子呀 这也太脏了 哎呦 你这个 你这个瓶子都这么脏了 里面都是灰尘 你这棉球 是原来抠什么的啊 你买个全新的不好 看它好埋伤 这能用吗 哎 狗少女你好 给蒸大了你的眼镜 你要干什么 为什么只能看到你的眼镜 是在黑夜里吗 哎呦 打一跳 什么意思 这个谜题 居然是猫的谜题吗 是不是在对应的时候 摸它的头啊 不对不对 在正确的时机撸猫 哦 在这个圈最大的时候 哈哈哈哈 来 怎么不要再 家里捣乱了呀 狗少 不要捣乱了 咱们握手言和啊 好好相处 怪怪的 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听懂了 他没听懂 是我点错了 哈哈哈哈 要摸多少次了 我摸的 我手 手皮都快掉了 还要给它摸凸了吧 这种 这么拐 它一圈都不跑 一直让我摸 没完了呀 我不想摸了 我会累了 我该讲话 我也讲完了 啊 结束了 这就被完结了吧 好像是完结了 可爱呢 家里有个宠物 还挺好的 还挺可爱的啊 虽然我现实里 没有养宠物了 这像是一个 云养猫的一个过程 也算是我有过猫了啊 这种家狗生 我们还有解谜吗 那不用解谜了吧 哦 哎呀 我悦 大风车 只要有一转 哦哦哦哦哦哦 这应该是完结了 也是一个很特殊的异地 哦 OK 嗯嗯嗯 这是个垃圾桶 哦 这暗大小排序 哦 这个黑盘子是打的 哇 没完没了啦 这 哦 这样装 啊 对了 对了 哈哈哈 一下 袖抖了 脑子 嘿嘿 别来了 不要再套玩了 放过我 应该不是放这个哦 哦错了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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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发出了不和谐的月色 啊 在套路我吗 我是被套路了 都不对 哎 干什么 怎么天上掉下来这么多饭盒啊 饭盒不要钱呢 啊 这猫怎么来了 你想干啥 他想上天 我要给他搭上上天的路 造反了 跳大闹天空 怎么有小灰盒 来了 哦 越来越高了 真的要上天了 哎 他不跳了 你能往 那儿往上跳啊 你 那么能耐 哇 到月亮上了 我 哈哈哈哈 我的 哈哈哈哈 完了 上月球了 太猛了 呀 你修仙成神了 哦 哦 我们醒了过来 这又是个谜题 哦 这是正常的跳异地了 真的游戏结束了 Ending了 完结傻花 那这个结局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阿猫 我们的狗圣 他上了月球 成了神 猫神 月之猫神 他是不是见到嫦娥和白兔了 挺好的 这个也蛮不错的 我觉得很适合 像工作啊 学习啊 下来想休息玩会游戏 啊 还算是轻松的 开玩笑